對於長程航班旅客的快速PCR落地採檢 是進入到第三天了 而逃遞的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廣播醫生就指出 今天四個航班 大約一百八十人採檢之後 有十四個人確診 其中一班從舟金山抵達臺灣的航班 在八十二位乘客當中 有十個人確診 陽性率超過百分之十二 指揮中心都坦言了 說邊境的壓力很大 十四號預定的入境人數 大約是有四千兩百多人 而十五號也有將近四千人 這兩天將會是入境人數的高峰期 十三號凌晨四點多 陸續有四架遠程航班抵台 分別來自墨爾本西雅圖籍舊金山 入境人數一百八十人 上半天驗出的陽性確診數有十四人 陽性率百分之七點七八 但細看每架次確診數 還是以美國縣的航班 陽性率最高超過百分之十二 其中有一個架次來自舊金山 他的這個航班的人數八十二人 就驗出了十人的這個陽性反應 所以代表來自美國的航線 依舊是最高風險 陶基前進指揮所指揮官 王必勝表示十三號下半天 還有兩架長程航班 大約兩百名乘客會陸續抵台 並預告入境的高峰期 應該是十四號十五號明後兩天 坦言預期的確診人數會更多 目前入境規定需減負兩天內的PCR 陰性證明但仍驗出相當多的陽性確診者 指揮官陳時中分析各種可能的情況 包括目前國外的染疫比率高 以及有很高的可能性是潛伏期 因應是幾乎若以潛伏期 假定是三天的話 這段時間入境來採的時候 就會有這五天裡面染疫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因應明後兩天的入境高峰期 王必勝表示將再增加一倍的人力因應 至於檢驗儀器表示都已經足夠 野心簽約增加了救護車的數量 強調足以因應所有的入境旅客 記者黃立尾章子佳桃園台北 綜合播動